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楊凱銘 那接著呢 我們嘗試著把這個白天的水塔的影片呢 把它調成黑夜 一樣呢 我們先到特效這邊來 找到Video Effect 找到Color Collection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Rummetry的Color 然後到這邊來 因為黑夜的顏色其實就是 不是完全看不到的 它是比較接近深紫色的 或接近深藍色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先從顏色來調整 那顏色的話就是Color Collection 色環這一部分 色環這一部分我們從中間色開始調 這是我們的中間色 我們讓它直接接近 藍色的部分 我們先調整藍 好 然後再 然後再 陰影的部分 一樣 我們可以 加深我們的 陰影的顏色 都讓它比較接近我們的 藍色的狀態 這個你其實自己用眼鏡看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整體看下來 整個畫面就有變得比較接近晚上的顏色 但是畫面太亮了 所以我們來調整 基本的顏色的 亮度 我們可以在亮度部分 先用 這邊來調 找到 這裡 把曝光度 你看這邊就曝光 變得 暗一點點 也許對比稍微加高 也許對比稍微加高 然後呢 增加暗部 這個其實齁 你都自己用眼睛看就可以了 這個數值其實都是 蠻動態的調整的 好 這樣看起來 又 更接近晚上的感覺了 那其實 數值啊 你都可以自己試試看 像這個 稍微調整了一下 然後 Temperature 因為這樣就有點接近紅色 這樣就有點接近 藍色 所以其實你可以稍微簡單的調整一下 讓它看起來比較 自然一點 好 然後 這邊大概調完了吧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創意這部分 然後呢 在這個整個 陰影的深度 我們可以稍微 調一下 這個比較接近 這邊 有 月亮的 晚上 那這邊有一些紫紫的 紫紫的部分 先把這邊回復 那紫紫的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所以 在調整的時候 要稍微的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不要讓它看起來有點奇怪 好 這樣看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接著 這邊好像還好 我們 來調 曲線這部分 那 我們讓 藍色的部分 因為是 我們要加強藍色 然後 亮部 我們把它 降低 然後 黃度一下 紅色 不要調 那 整體的 畫面的 顏色 把它降低 好 這樣看起來其實就很接近晚上了 好 那 可能月亮在這邊 看起來那邊就比較亮 然後 當然底下的一些 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這個是 攝像的部分 記得 在 調整的時候 稍微都要拉拉看 看一下 整體的感覺 攝像跟流明 嗯 好 那這樣看起來其實 就還不錯 那當然這個都只能 呃 自己邊看邊調啦 就是以你自己看到的感覺最準 那你要說要我把這個數字給你 其實我每次調的也都不一樣 那大部分都是直接看 畫面直接想要的感覺 然後直接去 做 調整這樣子 好 那這樣整體看起來就還不錯了 這樣就 你說它是晚上 其實大部分人應該也可以相信 那只不過 這個黑黑的地方沒有 星星有點可惜 啊 這個如果你真的要加星星的話 這可能需要用 呃 更多的特效去做 處理 那在這邊就不太可能去製作 那我們加上一點點的 這個效果吧 按角的效果 好 那這樣整體看起來 就更接近晚上了 看起來還不錯 但有點太暗了 我們稍微的 調亮一點點 Basic 這邊 這都是動態調整齁 你我也真的沒辦法 告訴你說 我調的數字多少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看啦 好 那我覺得 這樣整體看起來就 還不錯了 稍微的 這邊不要好了 這邊調成0 這個細部你就自己去 嘗試看看吧 好你看 這個跟原來的 狀態就差很多了吧 那你說這個是晚上 嗯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可以接受 那如果你覺得一個特效不夠呢 其實可以再加上 另外一個 意思是它可以疊加的意思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再做一下 呃 色彩上的調整 它就會針對整個畫面來做 調整了 因為畢竟 是晚上嘛 總是比較暗一點 然後把對比度稍微拉高一點點 稍微 降低一點點 那這個齁 那這個齁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去 自己去調整啦 齁 看哪一些你覺得 畫面是你 呃 調起來比較有 比較有感覺的 齁 這個真的要花 一點點時間 慢慢的去調 例如說一樣 我們Curve再 調整體好了 把量部 稍微減低一點 按部 稍微 增加一點 然後整體的顏色 好 我覺得這樣可以 這個就是 改 更改前更改後 我的樣子 好 這樣看起來 這樣就更像晚上了吧 好 啊 這個你就花自己 花時間去慢慢調整 那調整完 喔 調整到你覺得 OK的樣子 其實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技巧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 都能夠把它學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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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